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當然這一輪 在奧運比賽的期間,都講很多關於奧運的消息 不只是講誰拿獎,拿金牌,都講一些現象 例如當我講到奧運的時候,有一些聽眾觀眾 在網上留言 他說什麼呢? 現在中國在獎牌榜裡面排第一,你說什麼都沒用,他們正在贏,贏和贏 可能最後都是他們在金牌拿最多的國家,證明成功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對的,譬如現在 中國拿多少呢?總共有59面的獎牌,28面金,16面銀,15面銅 那就是領先拋離美國的,美國得21面金,24面銀,16面銅 所以就是 中國是贏美國很多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經常都講 贏完那是如何呢? 是不是就等於 受到世界尊敬呢?但是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講呢,或者對於香港人來講呢,都會覺得 贏就贏的啦 贏成王敗寇嘛,我理得你 理得你是不是受到世界尊敬呢? 你不尊敬我,因為我贏了你眼紅我,不尊敬我 整個邏輯的思維就是這樣 所以呢 在中國來講呢 譬如有些 我都講過有些獎牌 覺得自己理所當然一定要贏的,譬如中國女派 一定要贏的 他輸了 提早出局啦,都被人罵啦,都輸了,對他不是很苛刻的 但是 有些譬如說羽毛球也好,或者是這個 游泳也好,又或者是乒乓球也好 輸是不得了的 罵對方之外還要罵自己 罵得很厲害 我覺得 這個世界就是不輸得的 不輸得 那麼其實呢就一直都很多人都講啦,中國為什麼會大國崛起 那麼厲害呢,拿了那麼多這個獎牌呢 他們視 在這個國際比賽那裡是所謂一個綜合國力的一個表現 但是在 西方世界來講呢,體育比賽 跟國力不是完全無關,但是跟個人自己的奮鬥呢 關係比較大一點 就是會這樣看,分別在這裡 所以中國來講就叫舉國體制嘛 就是用盡任何的力量 用盡這個國家的資源 都要幫這個運動員拿金牌 所以在國際 那裡就是要出頭 總之越多獎牌就 越表示中國大國崛起 那麼我有一位朋友呢,就是他是在大學裡面教體育的 研究不同國家的體育體制 他有一個形容很好的,那麼他說呢,中國的 舉國體制呢,像什麼呢 就像 一雙雞蛋 一雙雞蛋 或者一雙藍雞蛋 在農村來講,拿一雙藍雞蛋 全國去找 很有潛質的運動員 很小就已經找 找一雙藍雞蛋,像那雙藍雞蛋 就是 扔在牆 不爛那些就撿出來 這個就可以培養他 所以呢 在中國無論任何的運動員體操也好,裡面是體操 幾歲大就要 連輸都沒得讀,困住來 做這個體操運動 是艱苦奮鬥訓練的 是全國國家支持的,其他的球類運動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呢 厲害的原因呢 是有的 因為舉國體制 動用全國國家的力量去支持 去培訓一些運動員 自有開始 不是幾年的功夫 可能是十幾年的功夫 然後才慢慢培養那個運動員出來 淘汰的情況,好像雞蛋扔在牆 淘汰的情況 那種殘酷的 淘汰是多到不得了 外面的人是完全不知道 即是那位 我的朋友跟我說 這種情況 即是他的了解是這樣的 你說西方世界是怎樣呢,會不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西方世界 就真的不同 即是靠自己 我看見一個例子 這個 BMW 美國BMW的女子 贏了,很厲害 那個大賽 就花式 金牌落在英國那裏 這位很年輕的女子 就 你看到上網看 應該叫Sherlotte 你上網看他,說精彩到不得了 向後翻騰360度 從凌空翻起 下來 他一開始的時候失敗 後來 最後就贏了 拿到金牌 他是怎樣的 他沒有舉國體制 英國基本上沒有舉國體制 很多訓練都自己給錢 他讀完A級 就出來做事 他做什麼呢 做事應 去收桌,收碗,收碟,一邊做事,一邊訓練 他每日上班,每個星期要上班幾多呢? 上班幾十個小時 是放了工,然後才可以做訓練 其實他家人 或者其他人都不太好 覺得他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機會有得獎,還有這個難度實在太高 向後翻騰 360度難度實在太高 不太看好他 而且 BMW 不是英國的主流運動 英國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主流運動 他就不會有 政府不會有很多的錢去支持你 你也沒有辦法做全職 直到他一直 成績越來越好 拿到獎項之後 英國政府才 在幾年前 才全職 給他做,然後就全面資助他做這個訓練 英國就不是舉國體制 就是靠個人自己的奮鬥 最後都拿到金牌 這個就是 其實 我想 今天想重點說的就是 說另一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說台灣 在網上流行一句說話就是 輸了 是不會輸不起的 不會輸不起 輸了也不需要說 對不起 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台灣當然如果跟中國大陸比就差很遠 總共拿十面的獎牌 兩金四銀四銅 接著就會多一點 沒有人知道 但是 這些拿到銀牌的運動員 那個待遇就真的 跟在大陸 即使拿到金牌也一樣被人罵 拿到銀牌 大家都覺得 拼著他拼得很厲害 譬如 這個 大之榮 大家知道 台灣的大之榮 在決賽的時候就輸了給陳雨菲 撫戰三局 一比二落敗 沒有了金牌 沒有了金牌 他就 在他的社交媒體那裏發言 一段 我認為看完之後相當 感人的說話 他怎麼說呢 第三道集 踏上這個夢想中的舞台 終於闖進了決賽 但無法 站在這個最高的頒獎台上面 總覺得有一些遺憾 但是不完美 是存在的 才有動力去追求更好的結果 或許我不會有再一次參加奧運的機會 但這個目標都算達成 只是 沒有那麼完美 我只是想告訴自己 大之榮 李恆邦 你真是很聰明 他跟自己說 謝謝我 所有支持我的你們 結果總是殘酷的 都只能夠接受 但是我已經盡了力 謝謝所有在這段期間給我幫助的人 謝謝在日本的代表處 派了秘書在飯店幫我處理各種問題 謝謝我們的團隊 他在疫症期間 一起不能回家 長時間的訓練 謝謝所有的 一起一起 他在這裏分享一個小故事 比賽下來 完了之後 我本來對自己的表現都算滿意 後來 新度跑過來抱著我 抱著我的臉 告訴我 我知道 你很難受 你已經表現得好 只是今天不是你的局 然後 他將我勇在懷裏 他都知道 新度是誰 新度不是台灣人 新度是印度人 新度是 大之泳在四強的時候 擊敗的其中一個對手 就是新度 是他的對手 走過來 抱著他 告訴他 你表現得好好的 今天不是你的局 這裡看得到 即使是被擊敗的對手 這就是奧運的精神 不一定要贏 是表現那一束 泱泱大盜 贏固然好 輸了 即使是被擊敗的對手都走過來 這叫什麼 叫互相尊重 互相尊敬 是不是 你拿到金牌又怎樣 你很巴之閉 覺得全世界最厲害 別人會尊敬你 輸了 贏了 固然好 輸了 是不會輸不起的 輸了 也不需要說對不起 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戴志永跟著 那句是什麼 那種真誠的鼓勵 害我直接爆哭 真是太難過了 因為真得很努力 再次感謝大家 的支持和鼓勵 謝謝你們一起陪我走到現在 說話底下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多到不得了 幾萬個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 支持他的 小大 你真是很棒 辛苦了 你是台灣的驕傲 精彩的比賽不到最後一球永不放棄 永遠支持你 如果你看過那場比賽你發覺 他真是永不放棄 努力奮戰的你 秋子彭 三年之後 請用愉快的心情去芭蕾參賽 碧卿然放棄 運動家精神永遠流傳小大 不要給壓力他說都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 看他的狀態如何 那個人都說他很厲害 說他好行崩 大部分都是這樣 秋子崩 不單止 台灣的媒體就看 不同的 台灣真是很政治化 無論藍綠 都覺得他已經是台灣人的驕傲 你可能會這樣說 大陸的小粉紅 你都沒有想著贏 你現在對中國那麼強 這樣拿第二已經很厲害了 誰說 每一個人上場比賽你猜大志榮真是沒有機會贏 那個問題就是力戰到最後 不行 沒辦法 那就 拿面銀牌 不用說對不起 拿面銀牌 全個台灣的人 都非常苛他 愛他 捧著他 抱著他 那麼你會想想 做台灣運動員可能會 比 在大陸 拿金牌的運動員幸福很多 但是在大陸的就是你拿金牌就捧你 也有些罵的 表現得那麼頑皮 但是 本來認為你一定要理所當然拿金牌 你拿不到的話 你就麻煩了 你拿銀牌也要罵你真是狗血淋頭 總共十八代都罵了 看台灣拿銀牌 都受到 康護鼻子 是不是 不分顏色 你又是不是台灣的運動員比大陸的運動員幸福很多呢 在這個問題上 另外 另外 李智凱 安馬 拿銀牌 一樣 受到台灣人 已經覺得 真是很棒 你說安馬 上一屆他不行 李藥下了馬 沒有資格 沒有入到資格賽 經過了 2017年到現在 2016年到現在 5年之後 拿到多少呢 最後是 剛剛 其實沒有任何的失誤 拿到 15點4分 台灣的輿論怎麼說呢 可惜 英國的選手 表現得太出色了 以超高的分數 15點583分奪金 就是這樣 就是說 不要說什麼評判什麼問題啊有什麼不好上次不是有單都是體操了是不是大陸的人馬馬聲輸了 他 說法就是 因為對手太強 雖然你表現得 出色 沒有任何失誤 完美無下 因為對手太強 所以都輸 這個就是真的在體育運動裡面 你沒有辦法你不要覺得自己贏硬沒有輸贏 臨場表現是怎樣實力是怎樣 你當然對自己國家 在這個所謂的民族主義底下一定是會有 國家的代表一定會有寄予後望 但是 運動是說什麼呢 運動是說表現得好不好 你的實力夠不夠 不是你說 喂 你是那個地方的人你是那個國家的人你覺得他 無論怎樣表現都好他應該贏的 沒有這回事 那這位安馬的 拿到銀牌也是在台灣在這個體育比賽拿銀牌的第一人 這個是一個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鼓舞的事 那 這位 李志凱 他 是很傳奇的 其實也有人跟他拍過紀錄片 看過紀錄片叫翻滾吧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賽事長海 那就是一直跟他拍在這個比賽裡面 跟他拍這個紀錄片其實 有一個很 我為什麼說很傳奇就是 他很小 他是很基層的 為什麼叫賽事長海 他很基層出身的 他的他不是體育勢的 台灣也沒有什麼舉國體制 他爸爸是做什麼的呢 滑肚機的司機 體力勞動 他媽媽在市場那裡賣菜 其實 他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已經給老師 覺得 他身體有柔軟度很高 於是就開始 就是用 這個體操 問他有沒有興趣 他媽媽就叫他去 學習 他 在小時候 因為他媽媽賣菜 爸爸就要上班 做滑肚機司機的媽媽賣菜 自然就不能夠在家裡看著他 我成長的年代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就把孩子放在菜檔 要看著的 不能讀劉兒童在家 你可見 基本上就是很多基層市民的一個縮影 於是 這位 李志凱就在 街市那裏 做各種的體操活動 去吸引客人 那紀錄片有拍的 吸引客人 有賽事長海之稱 幫忙招攬生意 到小一的時候 他就開始 受到 什麼了 受到開始 人家的 體操教練 註蝕 於是就開始 練習 不過 很少埋怨 然後就去到這個中學就精戰各大賽事 在這個 這個 不同的運動會裡面 拿到這個中學生的 體操的競技 全能冠軍 最後就成為這個 台灣體操界的第一把交椅 體操一定要是很小 很小的時候就要訓練 那 我不是在行 我很難去 評論 這個 有的人說體操是 安馬的難度是最大的 難度高運動強度都大 只是男子才有這個安馬的項目 也是 很難 拿到很精 精煉的 這些技術 也很刻苦才行 最後就是 台灣人都對他寄以厚望 不過都是拿到銀牌 沒有人 去 指責 沒有人去批評 就像戴子榮一樣 他覺得自己表現得不錯 無需要 因為拿銀牌 而需要道歉 不是輸不起 輸了也不必講 或者不需要講 對不起 我覺得這個就是基本上的 基本的體育精神 這個很重要 基本的 這個是 體育的ABC 不能輸的嗎 上場比賽 有贏 就有輸的 你贏對手就輸 是吧 你輸對手就贏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這個國家 搞到 不能輸 輸了 會被人痛罵 這個是不是 體制有問題 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 多謝你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ad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機械 我應該要要打開 雛